經過了二十二年後的現在 終於真相大白了 那蔻姐我剛剛講 剛剛大家有討論到 國民黨還剩下什麼 真的 這這從朱立倫主席上來以後 剩下的就是擁抱黑金 擁抱地方派系同舟計畫 我們所看到的就是這些 而這一些黑金政權 地方派系 其中我想這幾十年來 最重要的 甚至是衍生了相關的 這些漂白 我想這就是關鍵 那我想這個大甲鎮南宮 從這個中國選區來 一開始大家都在關心 那總算在這個昨天 今天林楚英委員 也公佈了相關的資料 包括我們內政部次長 也有這個在這個受訪的時候 也有提出相關的組織章采 那我特別要講 我想這個仍然大甲鎮南宮的董事長 他的正當性足不足夠 仍然這個主管機關 仍然是地方政府 所以到底市政府民政局 吳市委公開說謊 包括這個之前接受扣解你的電榜的時候 我聽得清清楚楚 到底是多少位的信徒代表 所以說我想今天我們透過這一張表格裡面來跟大家講清楚 大家有看到這個民國67年這個修正年度 這個表格裡面分別是從67年那71年75年那一直比較明顯的到91年99年大概有這幾個時間點 那在民國67年的時候其實是鄭蘭公把這個開始成立所謂的管理委員會開始改為財團法人 所以才開始設立的所謂的董監事會 原始版本對67年的時候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 在這個橫向裡面有幾項 第一個信徒代表的資格 第二個層面叫做董事及監事董監事的資格 那最後才是這個選舉的制度 那我想這個紅色框框框起來的地方 在民國67年的時候 信徒代表 我們現在分兩大塊 一塊叫做信徒代表 一塊叫做董監事 那信徒代表裡面可以在67年的時候 大甲大安外埔後裏 這個四鄉鎮 現任的這個鄉鎮長 及賈安埔的這個現任的鄉鎮代表村里長 是當然的信徒代表 我們先來先來談信徒代表 這塊好了 你看到民國這個67年的時候 就已經是信徒代表 必須是賈安埔後裏的鄉鎮長及這個代表 以及村里長是現任的當然代表 那其實大家看得到的時候 一直到民國的九十一年 民國九十一年的時候 這個時候其實仍然信徒代表 在這個賈安埔包括後裏 鄉鎮長這些都還有 村里長都還有93人 但是就突然加了所謂的四十 大家有沒有看到 多了四十位 這四十位分別就是什麼送金團 鄉鎮長等等的這些鄭蘭宮的附屬的組織 總共就納入了四十位 所以總共這個時候的版本是一百三十三個 九十三加四十是一三三 那一直到了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三十號 為什麼是這個時間點呢 因為當時候縣市合併 鄉鎮代表沒有 對對對那時候鄉鎮代表 鎮長都已經台中市合併了 所以就沒有鄉鎮長了 也沒有所謂的代表了 所以都後來又改為里長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又做了修改 那大概我特別提出來了 最大的關鍵第一件事情是 原本有的 因為鄉鎮長後來代表的都合併就沒有了 但是很奇怪的是 為什麼這些過去的村里長 到了民國九十九年合併以後的這個版本 鄉鎮長 這個村里長 就改為後 直轄市以後叫里長 竟然都不見了 後來最新版本裡面全部都變成了 他們審查通過的這些 只剩下了這些各團隊 而且名額最後的這個版本叫一一六人 原本是在民國九十一年的時候九十三個 再加四十個是一三三 那後來改到這個九十九年的時候 村里長全部都改掉了 最後都變成是你各團的代表 但是這個跟鄭蘭宮創建 時候大甲五十三莊 當時大家捐錢所建造的宗旨是完全的違背了 對不對 這完全不一樣 一開始我想過去的村里長 因為這個當時鄭蘭宮在建廟的時候 其實就是摘人出錢出力 大家去募捐 去繳柱子 去頂頂的 才把鄭蘭宮這間廟宅倦募起來蓋起來 他們這樣修正竟然這個修正版也要經過台中的 經過法院 然後最後再送民政局 對 還送民政局 在合背 居然也通過了 對 所以最後的 目前讓大家在南宮的董事會 包括聽命於延青標 在亂搞嘛 這個董事會都有問題 那你很快告訴我們董事跟董事長的資格 怎麼揭穿民政局長吳世偉的謊言 我再補充一下 里長被改掉了 對啊 現任的這些里長 他到底知道嗎 我相信有可能這麼多里長 完全不知道 所以這些里長可以來告他 然後第二個 縱使這些里長真的有投票權 他把這些里長撒到這些各團隊去 他可能某個里長是各團的某一個代表 聘為代表 這個跟一開始在建廟 包括讓這個里長 村里長 有這個當然的信徒代表的 陰神跟意義 完全不一樣 也就是眼鏡不要根本亂搞 而且到底是誰 哪一位里長是這個團的代表 到底是誰決定的 有沒有經過董事會的討論跟決定 那這些現在都不知道 偷天還宇 對不對 嚴情標 那董事跟董事長的資格 董事長的董監事的資格 一樣在六十七年的時候 這個重奉媽祖熱心社會公益之人士 之信徒 那一樣喔 他的各鄉鎮董事名單 大甲過去六七年是十人 當然四人 外埔四人 厚禮一人 那時候是十九個 那時候十九個 六七年的時候 那一直到了七十五年的時候 後來改為大甲鎮八人 大安鄉三人 外埔鄉三人 厚禮當然是一個一人 所以在民國七十五年的時候 就改為十五位 一樣是十五位 其實一直到現在 這就是這樣的一個版本 所以要成為鄭蘭公的董事長 副董事長 他必須是涉及在大甲大安外埔 你必須要是在這裡面的人嘛 本來就是把他簽戶籍幹嘛 對嘛 所以吳世偉 所以你叫吳世偉下臺啦 公然說謊 對嘛 所以說整個狀況就是這樣 那包括選舉辦法裡面 其實後面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這一些選出來總共董事十五位 十五位裡面就要選五位為常務董事 再由五位常務董事選董事長 這一些選舉辦法裡面清清楚 這也都不改了 從民國的七十五年一路到現在 這個部分其實沒什麼修正 就是要在這三兄弟 人你才有資格當董事 而且董事互選你才有機會成長董變成董事長 就是這麼清楚的事情嘛 所以我要講吳世偉 你不是包屁 這就是包屁嘛 現在被抓出來了嘛 我想內政部一直在給你們機會 讓你們趕快說明清楚 講清楚啊 到底組織章城是不是誰會這樣啊 講述作itten لى 給一